10個涉及刑事案的港人 在內地因偷越邊境等罪被判囚 12港人關注組說 其中2人的家屬到深圳尋求探望 案中8人因偷越邊境罪被判囚7個月 關注組說李子賢的媽媽和大姑姐 以及郭子麟的媽媽 取得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報告後 早前往深圳先接受隔離檢疫 希望上訴期完結後聯絡官派律師 嚴田看守所 或要求港府協助安排探望 保安局發言人和 根據內地法律 罪犯復刑期間 可以按規定申請會見親屬或監護人 港府正了解相關安排 按一貫做法 駐內地辦事處會按要求提供意見和資訊 但不會安排探視或陪同探望